石门国中创校50周年以风筝为校本课程 更特别将石门体育馆三楼打造成风筝交流馆 让孩子在学校里就可以做风筝放风筝 而风筝交流馆也在校庆当天启用 今年翘风石门国中创校50周年 以风筝为校本课程的石门国中 特别将石门体育馆三楼打造成风筝交流馆 让孩子在学校里就可以做风筝放风筝 有更多的场地可以学习 在校庆当天来启用 未来学生就可以将自己做的风筝 直接在室内场馆来放飞 不受气候因素所限制 校长到石门国中服务 在我们师长的教导之下 我们的校园变美丽了 孩子非常的有成绩 让我们社区五成的孩子八成读石门国中 然后我们毕业的孩子八成都就读公立高中职 第二个我们获得了风筝特色学校全国特幼三年 然后让我们惊起很多的机会来改善学校的环境 那今天呢我们利用这个机会来建制我们风筝交流馆 以后我们的孩子就能够在风筝交流馆来制作放飞风筝 石门国中校长表示 今年是来到石门国中就任的第三年 看着风筝课程的建立到年年得奖 透过各项奖金再争取经费 希望打造更优质的学习场域 让孩子们可以学习 自由自在的放飞 成绩也有卓越的进步 那石门国中呢是我们石门区最高学府 最高学府 那在我们校长呢 包括一届的校长 还有包括老师 尤其是现在的林校长 跟师生这个师生的团队 那可以说是非常的用心在教学 那也把石门国中形作成一个非常有多元特色的一个学校 那更为我们国家社会 培育了很多的杰出的 杰出的这个校友 很优秀的人才 而石门区村长也为优秀毕业生 及优秀在校生颁发奖助学金 更为区内唯一一所的国中来勉励 期待获奖无数的石门国中 可以继续为北海岸偏向的孩子 创造更多的特色课程与学习机会 也期待每一位孩子都将石门的特色 带去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在不同的领域中发光发热 记者廖萍和石门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